這個是哪一個key,這個是key1 這個是递增還递減 那這個的話是有沒有標籍 如果這個沒有加,最後這個沒加的話 那他就會把你的欄位的名稱 也跟著排序進去了 OK,不然一定要加XLYES 不過他裡面有個參數什麼 XLNOR,一個是GAS 好像就是讓你猜猜看,我覺得好像蠻怪的 不過理論上是一定是YES 好,大概是這樣子 其他的部分的話 再來就是這個刪除列的範圍 所以這兩行是追蹤 所以這樣的寫完之後就可以把資料給刪掉 你說如果假設不會寫 你當然也可以用錄製的 只是你會發現 如果假設我用錄製的 這邊把錄製聚集 名稱我不敢用聚集1好了 1,要不要放這邊 2的話呢就是資料裡面的A到Z嘛 然後再把它什麼,游標直接放在這邊 然後Ctrl向下嘛 然後再把它的範圍選起來 不過其實好像也不用啦 直接選這個範圍 然後讓它往下到底 然後把它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按右鍵Delete掉 OK,這樣做完之後 你也可以把它停止錄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聚集1,我剛剛沒改名稱 它錄下來的程式碼 就這麼長,有沒有發現 不過你會發現 它這個只要你看到什麼 Active Window 什麼GoGo 這個的話應該是什麼 你的滾輪 所以以後你只要看到這些程式碼 一律就可以把它砍掉 哇,這實在給太多了吧 有沒有,OK 好了,今天把它刪掉好了 你會發現 它的排序的程式也是這麼冗長 可是實際上 你看起來好像跟剛剛不一樣 不過其實你會發現 它的關鍵的地方都一樣 哪個地方 這個游標放在點Slace 然後主要是這個Source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它一樣用那個 這個應該是不用 應該留下這個就可以了 Source Source Fill Add 看它每個參數加這麼多 所以我是把它簡化了 我是覺得錄製OK 但問題是 如果可以更精簡 為什麼不做 所以把它改完之後 最後得到這樣的結果 再來的話 我們已經把這個資料給排完之後 那我希望把重獎號碼 再幫我拆分成這個1到6號的話 那首先當然我會需要1到6號 把這邊把它剖過來 所以1到6號的產生 當然有幾個方法 我剛剛是跑個回圈輸出啦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 我就另外再寫一個叫 SUB 中獎號碼 然後這個中獎號碼的話呢 Enter一下 那因為呢 我直覺想到是跑個回圈 好像很直覺 這邊的話 所以我會寫一個什麼 4J 有沒有 假設我要輸出是1到6的號碼到這個 所以等於1到6 1到6號 Enter兩下打個NAS 那輸出接下來的話就是儲存格 儲存格的話我是Sales 習慣是用Sales 然後哪一列 因為它一定是都第一列啦 所以是D1 E1 然後一直到I1 所以這邊的話第一列 那一欄呢 如果你這邊加上個J啦 因為J會變動 可是J的話從1開始 指的是A欄 那我要讓它跳到D欄的話 那很簡單嘛 加3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等於J就 它就會幫我把這個號碼有沒有 所以第一次呢 因為J等於1嘛 它就幫我把它放在D1 當J等於2的話呢 就放這個E1 依實在一推 那Enter幫他執行看一下 有沒有 1 2 3 4 5 6 6跑完結束了 OK 那當然你說老師 那除了這個寫法之外 有沒有別的 有啦 太多了 其實另外一個寫法啦 如果你說老師這個寫法 好像跑回圈 我覺得不喜歡 其實另外一個寫法 我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又寫另外一個是用Range的方式 什麼意思啊 假設啦 如果你不用Sales 你可以用這樣理解 我要放一串資料 在D1到I1這個範圍 所以你給一個Range 這個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Range 那指的就是什麼 在D1到I1這個範圍 那我要放六個號碼 這沒出現哦 如果你要放六個號碼的話 那你不能說等於 等於什麼 你必須給它一個正列 所以後面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呢 你直接給它一個正列 這正列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講比較少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哦 你希望丟一串資料 在一個範圍的話 那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所謂的Array Array的話呢 在MBA裡面 它有個固定的寫法 叫Array啦 這個Array的函數 可能要記一下 那Array的話 後面呢 因為它有六個 範圍有六個儲存格 所以你這邊的話一樣哦 很簡單 刮虎後面加上六個資料 中間加到豆點就可以了 好這樣子 所以哦 這個Array 它裡面就是六個資料 那剛好前面的這個範圍 也是六個資料 所以一個蘿蔔的坑 每個人一個 來 所以哦 一行就OK了 這樣子 執行 有沒有發現 它就直接把這個正列的六個號碼 有沒有 直接啪一下就過來了 也就是一個蘿蔔的坑 那剛好跑一次結束 所以以後呢 如果假設哦 你希望把一個範圍的資料 丟一串東西的話 那記得哦 它這個形態就是Array OK 那底下的話呢 當然如果我們有六個號碼之後 我希望把 這一個 B欄的資料 剖開來 放在這裡的話 那當然我們是用資料剖析啦 可是資料剖析當然如果你要自己寫 其實也蠻麻煩的 我是用過那個VPA裡面的那個什麼 就是Split的方法啦 不過我是覺得 如果資料剖析已經很好用的話 那不然我們就用資料剖析啦 只有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錄的方法的話 一樣哦 你可以彩排一下 基本上呢 這個一定要先有 然後再來的話 記得先選範圍 優標放在 B2 Ctrl-Shift向下 然後呢 再把它資料 資料剖析 剖到第二 這樣就OK了 所以假設 你先彩排一下 那確定OK之後的話 我們就開始來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把這個 錄製一個聚集 叫做資料剖析 然後按確定 優標 第一個動作優標先放在 B2 然後Ctrl-Shift向下 OK 那你說老師 我不一定用Ctrl-Shift向下 可不可以 我會用滑鼠一直選 是可以啦 可是哦 如果你用選的 因為它總共兩千多列啊 你可能要選很久 那有的時候可能會超過 你用拉來拉去拉拉拉拉拉拉 過程它會把它錄進去 所以你錄下來 程式會非常容易長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用滑鼠選的話 將來的那個程式 它會是固定的 它不會追蹤 所以你用Ctrl-Shift向下 它錄製下來的那個程式 是用追蹤的 OK 追蹤的話意思說 將來你這個資料 如果有增加或減少 它是會自動去調整的 OK 所以特別是 相對是比較推薦用那個 Ctrl-Shift向下 所以1有不要放B2 Ctrl-Shift向下 那3的話呢 就是資料 資料剖析 然後分格符號下一步 逗點下一步 然後這邊的話 目標儲能格 請你把它改成 就是在D2 按完成 這樣子就OK了 好 那就把它停止錄示了 其他動作就不要做了 OK 好 停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應該有一個叫什麼 資料剖析 編輯它 它就在這邊出現了 那就錄下這些 其實長度其實還蠻短的 我把這一段程式 有沒有 直接乾脆搬加好了 搬到我剛剛那個下面 把它剪下 然後放在剛剛的這個地方 中獎號碼的下面 這樣就有個資料剖析了 OK 那為了確定說 是不是功能OK啦 所以我們把它弄一下好了 所以這邊我把這個 舊的資料先刪掉一下 Ctrl-shift向右向下 然後讓它跑跑看 按F8 有沒有要放B2 然後Ctrl-shift向下 然後再把它剖過來 結束OK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動作 它這個是B2 選取 然後Ctrl-shift向下 可是這個動作 實際上就選什麼範圍 就是B2到最下面 所以其實 這兩行 其實可以再縮減 如果你假設不想要 寫這兩行的話 實際上它是可以改 改什麼 把這個selection 改成叫什麼 改成叫這個 就是這個地方selection可以改 改成向下追蹤的範圍 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所以剛剛我主要做了幾個動作 第一個 就是增加六個號碼 那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是寫回圈 一個方法是用正列 那你看哪個方法你比較習慣 那第二個方法就用錄製聚集 增加一個資料剖析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office 試試看 你可以試試看 sc r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